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尼将作为替补 但队内仍没有人显然对此不甘苟同 内内对老队友不另一美之词 火箭队内对安东尼信心最大的刀属内内 内内是前光绝尽时期的队友 二人曾并肩作战很长时间 接近八年的联手让内内得以充分了解安东尼的实力 这名老将毫不掩饰对老队员的欣赏 他能够经历这么多赛季一路走来 就因为他会让所有对手难堪 如果你今天打得很不软 或者你不知天高地厚 搞不清楚他是谁 他都会让你难堪 作为队内第一刮吹 当然不止这么简单 内内接着表达对前光的欣赏 他想怎样都可以 球场上的他允许于球 他的天赋实在太好 以至于年龄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 只要他想做正确的事 球队只是要创造一切条件是报他的天赋 简单来讲就是 都闪开 别妨碍他 很明显 安东尼仍然是联盟前十的球员 跟哈登 保罗是一个级别的巨星 很高兴我们拥有如此伟大的三巨头组合 闪开 谁也别拦我追瓜哥 平心而论 接受买顿和底薪 并安心以替补身份辅佐哈登和保罗 前光 无论如何 不再只有当年的支配力 内内的话还是更像一次热烈欢迎 球你对他的表现 不应有太高期待和苛责 在内内毕竟是火箭队内 唯一跟安东尼在NBA走过队友的人 不太可能说出离极太远的话 加上主教练德安东尼也曾表态 前光是自己见过最近夜的人之一 有理由期待瓜哥能够顺利融入火箭体系 并发挥更大的作用